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是以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二规教言论》当中 下面一个颂词 十故一切护身众 举报皆为之身心 当少不净恶心诚 诚舍善心之公平 他这里就是说 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所有的护身 将身 所有的这些僧众要 保护我们的话 我们的行为必须是 如法 文重 誓言 坚定等等 讲了很多的道理 所以说 所有的这些护法身 应该就像我们人 具足的房子一样 他们所具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人的身体 如果我们的身体 所作所为是极为如法 然后心 平时也是非常清净 其心动念都是 当然作为一个凡夫人 完全仅仅是 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比较而言 自己所作所为 所想 所失 应该是想着善法 想着因果 想着对众生的利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们具足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身心 因此平时让这些护法身高兴 我们应该 道扫自相续当中的一些 贪嗔痴 嫉妒 骄傲 还有一些不清净的 平时尽量的念头 或者自己行为不如法 表力不易的 这样的行为 这种威嗔 相当于威嗔一样 不好的东西 尽量地打扫 然后就承受一些 行持善法的 对众生修慈悲心 平时自己的誓言监定等 有关善法功德方面的 供品尽量地承受 比如说我们要引起一个大人物 那么就是 放置打扫得干净 然后对他安排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事物 供品等等 是这样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让所有的护法身 经常为了保护自己 披护自己 经常对自相续的恶念 杂然烧掉 然后行持一些善法 来作供养 如果这样的话 那护法身也随随都不离开我们 以前藏密佛教师 佛藏大师 俱吉王旭 戈日丘王 非常了不起的 佛藏大师 当时他的儿子 也是个佛藏大师 他经常也是作礼 希求一些盲族 为了提高自己的 事业 名声等等 后来他的父亲告诉他 实际上你 只要是你心里面 有一个利益他众的众生 那么不用念一些主语 所有的护法身 所有的天尊 自然而然会降临的 因为利益众生是他们 曾经发过的 曾经所承诺过的一种誓言 哪里有利益众生的这种人 就必须会帮助的 因此以前连皇生大师 当很多高僧大师 降伏这些敌生的时候 他们都这样承诺过的 哪里有如法行持的 哪里有利益众生的这些人 我不屑自己的一切 就会保护他 以前有这种承诺和誓言 所以我们平时 当然自己有机会的时候 经常念一些护法 护士 这些也是有必要的 现在世间人 有些佛教徒 念护法身有什么 这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不管是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确实护法身的帮助 不能离开的 我们人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 来斩生所有的违缘 然后完成自己一切所缘 有相当困难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社会 既要自己的行为和智慧水平 要跟得上 又要有些关系上跟得上 否则在现在社会当中 做出一个贡献 非常困难一样 所以我们平时也不能 把威武论的观点特别地看作 哎 这些什么都不需要 安住在空心当中都可以 但有时候没有他们的保护 修行是很难成功的 所以自古以来 历史上的这些高僧大德 都有一些护法身 都会显现和不显现的方式来帮助 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 修行应该是很圆满的 十几年 二十几年都是 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真的很顺利地 在这里完成自己的学业 我是这样想的 依靠护法身的加持 否则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真的有些人的修行 心里面这样想 但是在最多一两个月以后 把修行中断 长期的 常年如一日的 这样闻思修行的机会 对很多人身上来讲 还是很难以出现的 因此我们也不能太过于地 整天都是处于一种求生的状态当中 也不能太过于地 啊 所有的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全部一并抛出 这也是不合理的 像我们一些大成就者 像上师如意宝那样 有时候还是特意地举行 专门供护法身 然后供一些仪轨的时候 也是专门供品 这也是需要的 如果我们也到达像他们那样的境界 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我想你证悟得 再这么高 有时候把这些事情 全部抛弃的话 这也不合理的 其实我们自己的行为 非常如法 那么身心健康 不一定每天都要祈祷 每天都不一定供护法身 只是每天不供的话 只要我们心里都如理如法的 心里有利益众生的一颗心 那么你忘了 或者你特意没有供养 这都不要紧 有些道友经常说 哎 我出去的时候供护法不方便 不供可不可以 会不会他们不高兴 然后会不会他们惩罚我 这时候是不会的 因为他们并不是像我们人那样 嫉妒心非常强的 平时给我关系很好的 你今天为什么不这样啊 然后马上来跟你吵架 没有这样的 应该说 他们都是智慧护法身 应该是哪里有利益众生的 你心里面经常是利益众生 经常会帮助你的 你对他供一瓶酒 供一点苹果 这些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当然有的话 这也是依靠一种缘起 这也不能说一点也不需要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不一定需要 没有供的话 只要是心来利益众生 他们所承诺的 所发的誓言 不管是汉地藏地 任何一个护法身 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就像我们美丽的大海 海盗 它风景很美丽 海物自然而然集聚在那个地方 不用大海发出喧嚣 邀请海物 这也不需要 然后那个花园里面 美丽的香花在哪里盛开 那密封自然而然 会集聚在那里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身心健康 只要行为如理如法 所有的护法天宗 一定会保护你 帮助你 借力相助 就是这个意思 何人若有身所护 则比一切独自利益 看欲以成千上万众 所有力量相比地 他这里来说 如果有些人有护法身的保护 虽然这个人 仅仅是故身一人 但是他的力量 他的威力 完全能比得上 成千上万个人 这是我们有些高僧大德 所作的事业当中 也是看得出来 虽然他是一个人 但是一个人 他所作出来的这些事业 真的是世间上 可能一般的一些小人物 几万个人也不能比上 他一部分的事业 就像我们有些上师 以前上师老人家 不管到哪里去的时候 都有这种感觉 他的名声 他的威力 哪怕是他说一句话的 整个世间众生的一些震撼力 真的是其他的一些区区小人 可能在经过多年当中 也不能做到的 所以这就是有护法身的一种力量 有了护法身的力量 那么他的威力 他的语言的分量 都跟其他人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是我们在《军规教论》当中 也是一定提过的 因此一个人还是需要 护法身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方面帮助 尤其是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 来真的所有的事业完成 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如果有了他的威力 其实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圆满的 以前记得格萨王传 格萨王传里面有一个叫做贤霸大乘 这是格萨王的弟弟吧 应该有两种说法 但是他是单身 当时格萨王也有两种说法 但一种说法 他是单身的 他护法身 帮助他的特别多 有一次他与一个魔王交战 魔王交战的时候 当时魔王的力量 非常的强 然后他们摔脚 互相这样的时候 当时魔王把贤霸大乘 举到飞行飞翔的高空当中 这样转一圈 准备摔在地上 但摔在地上的时候 所有的护法身保护他 就摔不下来 后来大将准备让他翻过来摔他 虽然他的力量不如他 但是依靠护法身的帮助 然后把魔王摔在地上 摔完地上以后 先把大乘把用绳子捆起来 捆起来 坐在上面之后 他经常抽烟 然后抽一干烟的时候 当时魔王突然动了一下 然后把乡村摔开了 摔开过后魔王跑了 但是当时先与他 虽然在那个场合当中 他已经跑了 但后来也能降服了 但在那个时候 所有的护法身也是帮助他 如果他护法身的帮助没有 因为力量绝对不如他的 肯定摔在地上 所以我们人平时应该 有些护身 包括你在这个雪地里 走路的时候 也有帮助你的 所以说 表面上看来是一个人的 但是我们世间当中 也是经常能看的 有些高僧大的事业 有些人的威力和语言 也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说 有一个人的力量 一般来讲 应该很多人 也是无法与他相比较 他这里就是说 一个是用比喻来说明吧 如果天宗护法身 也是借力地让你拿上来 而且自己也是尽量地登上 行持善法的体积 一个是靠护法身 一个是靠自己的力量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的 今生来世的快乐 利乐 以及名声等等 这样的无量功 没有任何困难的 我们世间人很多都想获得成就 获得自己的向往和快乐 但是很多人不能如愿异常 原因是什么呢 有两种原因 一个原因可能自己的行为太恶劣了 没有好好地行持善法 有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 因为自己的行为太不如法 就是护法天宗没有帮助你 这样以后 我们始终都处于一种困难当中 如果真的有护法的帮助 而且依靠自己的力量 那么做任何一件事情 不会有这个困难的 有时候我想 我们没有护法 也真的做什么事情 还是有困难 有这两者积权的话 那即使相互摸从 也不会有困难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 我做一个虚幻的梦 这个梦一般来讲 好的梦也是有 坏的梦 不好的梦可能更多 但是不好的梦 今天在这里不说吧 这个也没有什么 我个人觉得 完全是一种幻想 也不是什么真相 但是也是一种奇怪 有一天我们前面 菩提学会的宝间 他们电脑上处理完了以后 我就看了半天 后来他们晚了 当天晚上 好像我到了一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好像有其他的魔王杀了一个人 我当时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的时候感觉到 尽力肯定与魔王交战 但是好像依靠一个人的力量 不能战胜 有这种感觉 过一会儿的时候 来了一个好像 自己感觉 是淡尖护法山 还是什么的 有一种也像出家人 也像一个在家人一样的一种行为 不是特别的 不能不赖的一种现象 这种一个人来了 当他来的时候 好像有一个护法碑 绿色的碑里面 可能是酒 应该是酒吧 那个酒自然溢出来 自然冒出来 然后我当时感觉 这旁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可能是这个人 很了不起 然后我想我学过一名的一般人 没有特意的功德 也不会生信心 但看来这个是无缘无故当中 这样护法功悲 一出来 这也是可能很了不起的 然后我对他进行生起信心 然后依靠我们的帮助 刚才那个 好像杀害那个人 是一个牛头魔王 然后对他 我拿着宝剑来看 他用他的力量 结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已经圆满了 但是这些事情 我是这样分析的 有时候我们在迷乱的梦当中 是这种现象 我也不认为他是护法神 真正有这种情况 这都是没有 因为现在我们世间当中 大家都认为我做了什么梦 我今天想了什么 全部都是依靠自己的梦 依靠自己的这种幻想 决定自己的未来 这是非常不如法的 也不科学的 但是我想我们所谓的护法神 和所谓的有些天生 完全是一种修患 这也是不能说 以前上师如意宝 那么当时 自门护法神降临的时候 尤其是到印度的整个过程当中 上师当时首先去有个寺院 到那个寺院 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自门护法神降临以后 不能到那里去 那里去的话 有一定的违缘 后来确实 我们没有去 如果去的话 有很大的违缘 然后上师问 我们回去的时候 从拉萨这边回去好 还是香港那边回去好 后来他说 应该从香港那边 拉萨这边不太方便 后来我们也是到了这里以后 如果从拉萨那边 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因此我想护法神的帮助 护法神的支持是决定无益的 所以我们有些道友 好像护法神也不在乎 这是无所谓的 也没有必要这样去执著 有些人太执著了 到那里去的时候 什么修法都没有 拿一个酒瓶子 这也没有必要 真正你的行为是很如法的话 应该说护法神 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样 随时都是会帮助的 但总而言之 一是依靠自己的行为要清净 第二 依靠护法的相助 这样以后 你的修行 你的所有所愿 应该会圆满的 今天讲到这里 就下一个颂词 罪咒福德不得之 因比福德深妙殊 文故不亦听怕于 高善行为之因众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世间上这些无数的人 为了自己获得一些福气福报 一直不断地 忙碌地去寻找福德 福气 福分 可是你没有一定的因缘 这也是得不到的 不容易得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福德的三妙树 永远都是没有改变的 很稳固的 听怕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 应该在高善行为的地里面 就像我们的颂熟 位于在他所存在的环境当中一样 那么所谓的福德 那也一定是在高善行为当中 才可以生得起来 因此现在世间当中 有些人有一定的福报 福分 这也是实际上 他以前高善行为的因所得到的 如果这个因不存在 那么他现在的福分也不可能存在 因此大家没有任何因缘 而寻找过失 非常愚本的一种行为 所以自己要知道这个道理之后 尤其是现在世间人 求福报的 求平安的人相当多 但这些人自己经常 处于一种高善行为的状态当中 那么自己的福分 也会自然而然出来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 你意味地 希求一些名胜财富 但是你的行为 越来越不如法 也许前世的一些福报 还没有消尽 即生当中 暂时有一点点的福分 但是这个下完过后 乃至生生世世 不会得到快乐 所以我们很多人应该 以非常有道德的 善良人格的福田当中 这个很重要的 以前银光大师也是这样说过 当时他也讲了这样一个公案 我就简单地说一下吧 当时李世正正在战乱的期间 很多人成了家破人亡 但是有一家 心愿的一家 他家里的儿子等等都失去了 失去之后 流离十三吧 最后他自己也是想寻找其他的一位 通过钱财来准备 买一位其他的女人 后来他通过花钱 找到一位女人之后 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 他一直哭着 先生问他什么原因 他当时说我本来家里 我丈夫的感情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因为非常穷 连吃饭都没办法解决 我丈夫要接近饿食 所以不得不在外面出卖自己的身体 其实我这种行为是非常不愿意 后来这位先生 他也觉得这个人很有秀 后来也没有毁坏他的道心 第二天他送到家里 并且也给了一些一百两的白银 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 通过搞一些小生意 过的生活是非常快乐 他们也是很想满他的愿 但后来没有肉眼异常 首先他们买到一位在街上 也找到一位儿子 首先准备来对他埋怨 但后来他们花钱 把这个儿子带回来的时候 原来他自己所丢失的 自己的亲生儿子 所以说 真的做福报的人 也就是说 自己处于非常善良的状态 即使说自己在大乘生林里面 失去的亲人 也带回来的机会 也是有的 当然人人做的功德 是不是这样呢 也不一定的 但实际上正是处于一种 非常道德的行为当中 应该所谓的福分 可以出现这个意思 所以蒙方仁波切在这里 让我们很多人愿意追求福报 那么你自己的行为如法 终有一天你的愿望也会实现的意思 下面说 那么我们现在 无浊兴盛的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的福报 的的确确是非常的浅薄 因此具有远见的 具有利他心的 这样的智者 在成千山王的人里面 非常的罕见稀少 而且有些人虽然劝这些人们 让他们行持高盛的行为 真正在实际行动当中 真正能行持的人 也是了如成心 非常的稀少 因为我们现在 末法时代的时候 就像以前古代的高僧大德那样的 所谓的福藏大士 成就者 这些也是越来越少的 而且有些人就像以前那样的智者 也是现在越来越少的 所以说我们也应该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 着实的福报是很浅的 每一个人也应该知道 自己的福报是比较浅的 不仅是我们平凡的人 甚至以前的一些高僧大德 都认为自己福报很浅 像以前红衣大士 他也始终都认为自己福报很浅 我们从现在人们的阳光来看 当时真的他的福报很不错 应该是这样想的 不管从他的学识 地位 他的持戒等等 就很多方面非常羡慕的 可是当时他的有些教言里面讲了 他对年轻学佛的人 应该注意的思想 第一个要爱惜自己的福报 经常传习劳动 正常修炼这种劳动 还有受持戒律 然后一定要对自己尊重 他专门讲了这四条 其中他所谓的爱惜福报 他经常给别人说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 是福报很浅的 一切衣食 不能随随便便地浪费 他自己民国就连自己所引用的 这些草鞋 衣服 一直引用 一般来讲他的衣服 在五六年没有过之前 从来都是不换的 然后他对吃饭的戒神 很多方面 有时候经常叙述自己的 以前父亲从小都是过失 而自己包括我们用智障 用魔 好多方面是如是如是戒神的 这些道理 给僧众经常讲 然后他也讲 不仅是我像荫光发誓他 也是对自己着实的 福报前方面很重视的 有一次一个人给 银光发誓供养百母耳 让他补身体 当时银光发誓没有接受 交给底线法师 说我是福报非常浅的 我没办法受用 当时没有接纳 所以像这些大德 也是对所有享用的食物 这些也是如是这样 我们现在末法时代 平凡的一些众生的福报 真的也不是特别多的 因此经常在自己 在有些行为方面 也应该值得注意 尤其是刚才麦彭仁波切记 所讲的那样 现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的福报比较浅 然后真正有福报 有智慧的人很罕见 而且有福报 有智慧的人出现 他经常违缘重重 今天我们礼宗这边 闻思修行方面非常重视的时候 好多法师都生病了 他们都认为我们福报太浅了 你看闻思现在如是兴生的时候 每一个法师都是生病 也许可能有这种情况 因为坐视的时候 萨迦班智达也经常 在有关经论当中这样讲的 真正有智慧的 有持戒的 有道德的这些人 不一定 活的时间也很长 而且他们在显现上 也是出现种种违缘 所以我们藏地汉地的 很多高僧大德当中 也有相当一部分他的宿命 事业在显现上 是没有圆满的 因此现在末法时代的这些人 让他行持善法的时候 也是非常困难的 今天跟他们说得好好的 最多两天三天过后 又开始不如法的行为 会出现的 因此劝别人行持高尚的行业 这种行为也经常出现 这样以后 古人的道德行为和高僧大德们佛法 崇高的思想 这两个现在的人们 几乎都是不太重视的 很多人非常希望一些 现在时代的潮流 认为恨现金的思想等等 这样来去追求的 以前古代的文化 传统思想等等 这些认为这是很古老的 很成就的 很待半的 没有现金性的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邪恋 实际上 如果我们对古人的行为 古人的思想 古人的传统不重视 人们一味地追求 现在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学问 那这样说明他的行为 有所损失的 在现在的这些人当中 真正具有高尚行为的人 还是非常少的 因此我想作为佛教徒 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 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古人是什么样的 但是通过一些文字 通过一些传统的知识 也能了知一些 尤其是我们佛教的传统和传承 一直都是没有被时代 化为虚伪无有 没有这样变成 特别 他的心智上 并没有演化 并没有改变 因此新一代的这些人 应该将自己的传统思想 还是牢牢地掌握 这一点很重要 尤其是我们佛教 如果你新一代 一代一代 一直学一些现代人 最后真正的佛教原有的 原始佛教的行为和所有的思想 慢慢慢慢已经淡化了 最后都变成了 完全世俗化了 这是我们非常 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是这样的 很多大寺院里面 请的时候 都是不一定愿意去 因为大寺院里面 真正内在的一些 闻思修行的传统思想 好像非常的少 而外面的建筑 每一次到一些大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这个殿堂 花了几亿人民币 花了多少美元 如何如何如何 一直介绍的时候 其实这个有也可以 没有也可以 真正内在的变化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去年 还是前年吧 我去东北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寺院 请我很想去 在海城有一个寺院 大北市 因为他们保持着 还是古老的 原始佛教的一些状态 虽然他们的建立 没有很多年了 大概是五六年了 但是他们里面的僧人 完全是中一世 然后所有的出家人 也不能借助金钱 所有对各人的供养 全部是属于常住的 而且每一个人拿着薄语 除了善意以外 身上不辞分文 所以这种传统真的 通过有些照片 我也看到 有些照片上面写的是金子收钱 金子收钱 看了以后都是非常束缚的 但我们现在别的一些寺院 和别的一些道场当中 并不是这样的 欢迎什么什么捐款 说欢迎功德无量 所以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德 也是不好说的 真正这样 古老的思想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 也是对很多的出家人 在家人的教言当中 也经常这样出现 人的行为变了 语言变了 好多的这种变了 当然我们也不一定是 古代的生活非常简陋 当时用瓦罐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拿着瓦罐 所有的炒糊全部扔掉 这也没有必要的 但是有些思想上 非常有价值的珍宝 不一定要舍弃 不能舍弃 如果你舍弃 每天都是 现在东西方文化的 竞争而发展 所以很多人 现在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人 不知道在做什么样 今天穿喇叭裤 明天穿牛仔裤 今天把头发弄成黄色的 明天头发弄成红色的 然后今天眼睛染成绿色的 明天染成黄色的 那每天都是 随着外境而改变 其实有没有什么外在的价值呢 也很难说 应该从思想上 真的有些智慧 那就是真实的价值 今天讲的是不是太多了 下面的一个颂词 再讲一下吧 他这里虽然我们这个世界 现在周围的这些人非常的复杂 应该说整个大地 都已经遍满了满痕恶业的这些人 但是自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像莲花不珠水一样 自己应该 受持高尚的行为 如果这样经常要求自己 受持高尚的行为 就是不理佛法和释法 这样自己所作的一切行为 越来越圆满 自己所希求的功德也越来越完美 所以我们不管处于 什么样的环境 尤其是现在有些佛教徒 他们所存在的环境 真的也是 周围都是不信佛教的 反对佛教的 而且人们都认为 你这个精神有问题的 虽然你处于 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你自己也应该 平持自己的正见 一定要以自己的大悲菩提心 以空性正见 以缘起见 来对待一切事物 千万不要被社会的 各种各样的习气 然无自己的相续 所以我以前经常两三年以来 有很多心里面 我就把这两句加上 写给别人 凡是给我写心的时候 我就说 虽然是大地 蛮恶人 仁慈当次高尚心 就经常用这个 但别人到底行持高尚的心 没有恶意 我也不太清楚 不管怎么样 心里面很希望 现在这个世间 应该说是不好的 坏人比较多 有些人昨前天在网络上 也给我提出问题 佛陀在佛经里面说是 下满难得人身 为什么现在世间上的人口越来越多 为什么这样讲 我说是佛陀下满难得的人身 并没有说现在世间上的 这些恶人越来越多 世间上的恶人越来越多 佛陀在佛经里面也并没有说 这些还是非常难得 当时米拉里巴尊者也是说了 他对猎人齐拉巴 他对他说 本来佛陀在佛经里面说 人身是非常难得的 看你这样造人的身体 人身并不是很难得的 人身很容易得到的 因为你这种人身 跟恶趣众生的这种人身 没有任何差别的 没有任何价值的 这种人身是很容易得到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世间 真的到哪里去 很多的不知道因果的 不知前世今世的等等 这样的恶人 都是非常多的 但是我们一方面 对他们生起悲心 一方面 自己的行为 最好不要被这些恶人作用 应该自己 受持自己最高尚 最文重的行为 利益于一切众生 下面就是说 真实高尚行为者 数根描绘欲问众 数尽有亏不放逸 数知正知是坚定 数也知恩为利他 数化信心法方式 数过安乐及胜语 此当取义不可也 他这里整个我们这部论典的内容 就是分成这么多的科判 也可以说这么多的知识 如果我们学到了 这几个道理 那么应该成为 一个非常优秀的人 从世间的语言来讲 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如果其中的一个功德 不具足的话 这个人是不完美 就像一棵树 麦法仁波切 用一棵树的比喻来说明 作为一个人 从佛法中 世间上 从两个教规上 必须要具足这些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 不像因明和中观一样 二规教言论字面上 我想谁都会懂 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此以后 我们学习《入行论》的同时 我也想外面的人 都必须要让他们学 不听我的话 就没办法 如果要是想听 那真的 因为我们在很多佛教徒 接触的过程当中 他虽然有一些佛法方面的境界 佛法方面的一些信心 可是人不完美 人不完美的话 什么功德都没办法赶上去 不要说是佛法 连世间的一个好的人也是做不到 那这样 怎么会有出世间的这些功德呢 所以我们首先 应该做成一个好人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看看佛教真正的这些功德能不能体现 所以首先梅佛仁波切 仅仅是这个比喻上 我觉得还是有非常甚深的意义 那么我们这个人 就像是一棵树一样 那么这棵树 树根没有的话 那这个树肯定会干活了 就没有用了 那么就像树的树根一样 我们这个人 做人的根本是智慧和稳重 看看这个人没有一点智慧 世间出世间可能什么都搞不上去 这个大家应该会清楚的 下面每一个问题都会广注的 没有稳重的话 即使有一点智慧 但是这个人一点不稳重 也是用不上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两个就像树根一样 树根有愧和不放异 如果光有一个树根 没有树根的话 那也没有根本了 没办法了 树根没有了 但是一个人 他在自身的惭愧心 经常具足正知正念 对治自欣相续的烦恼 这个没有的话 那也是刚才 虽然有这个人 根本已经有了 但是像树根一般的 这种经没有了 这是第二个重要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树枝 树枝正知和誓言见知 人恨正知和誓言见知 这个相当于是他的树枝 一颗树有树根 有树根 但是什么树枝都没有 那我们看起来 非常的不完美 然后树枝和誓言见知 相当于是树枝 树枝知恩和利他 这两个功德 下面每一个都会广说的 树枝 我在这里只不过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不广说 这一棵树 如果有树枝 有树根 然后有树根 但是一点知业没有的话 好不好看呢 肯定不好看的 圆满呢 不圆满的 因此一个人也是 他了知恩德 然后始终都是 有利他的心 这个没有的话 就像树也没有一样 然后树化 信心和法方布施 如果树没有 也是不完美的 最后的树果 树的这种结果 自他众生暂时究竟的安乐 还有他的荣誉 这两个最后的树果 所以我们现在做人 当然最后的果 对我们来讲 自然而然会出现的 不要紧的 最主要的 前面的 应该是前面有十个功德 每一个树根 有两个功德 树精有两个功德 树枝 树叶 树化 总共有十种功德 这十种功德 就是做人的根本 应该我们做人的时候 看自己具不具足这十种功德 那么具体怎么样分析 我们下面会说的 所以最后说 此等缺一 不可一 这些一个都不能缺 虽然其他的都有了 刚才九个功德都有了 但其中一个信心不具足 或者誓言鉴定不具足 两个不具足的话 剩下的八个 其实你的树已经不完整了 就不完整了 因此我们在世间生活的天地上 你自己变成一个 非常圆满的一棵树 要做成这样的话 那一定要自相续当中 具不具足这些功德 反反复复地观察 如果以前不具足的 比如说其他的我都具足 但是我自己也发现 我这个人是没有惭愧心 那以后应该有惭愧心了 其他的我具足 我这个人好像是 稳重的这方面有点缺少 我始终是在家里待不住的 今天跑到哪里去 明天跑到哪里去 我的身体也不稳重 语言也不稳重 心也不稳重 那以后应该想办法 不然做人的根本都已经没有了 那根本都没有的话 你可能那棵树 因为树根一般干完了以后 那长起来的树 可能一边是苦树 一边是好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真的 我表面上看到好像 这个教言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 我们要做一个好人 以后修行再说吧 应该先做好人 修行再说 大圆满不用讲了 大圆满都是过一段时间再说 先做一个好人 然后再学修行 再谈修行 不然根本都没有的话 那我们在真实智商谈病 没有任何意义了 下面第一个问题 讲的智慧 所谓描绘即智慧 即是无物取舍者 若无如言持智慧 则必无有其余得 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 智慧 在这里面说的是描绘 实际上描绘就是能取舍的智慧 无物取舍的智慧 就像世间人的烟幕一样 世间人没有双无使命的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了的 自己他人的事都做不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一个人 不管是出世间 世间的智慧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是存不难行的 其他所有的功德具足 也是对你来讲 没有智慧 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来讲 也是一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 真的相当可怜 我前一段时间去了一个孤儿园 看到这些孤儿 每天都是学知识 心里真的有一种 不可严肃的欢喜心 我想如果这些人 没有帮助他们 这些孤儿一辈子都是在外面 变成盲人一样 没有智慧的人 在外面的世界上 像我们有些家乡的牧民 牧民当中 看起来这个人是非常不错的 什么功德都具足 但是因为智慧没有的原因 他什么事情都是干不了的 世间法也干不了的 出世间法也干不了的 因此我们有些在家人当中 没有智慧的人 连干生意也是 写自己的名字也是相当困难的 这种人是非常多的 所以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觉得是第一个 好多人从小都是想出家 我也想出家 我就给他们提建议 先你到学校里面去好好地读书 如果有了一定的智慧 你再来出家不辞 我是这样想的 你什么知识都没有 光出家剔头 也是非常的可怜 因此首先智慧非常的重要 因此寂天论师也是说 此等一切之佛为智慧书 在智慧品里面也会说的 包括五度 也是如果没有智慧的摄持 不圆满的 因此这个智慧非常重要 这是第一个问题 他这里说 所谓的智慧应该是 取舍一切事物的智慧 很需要的 但是这种智慧 最好是没有发生任何一件事情的 前面 想想细细地去观察 所谓的智慧 应该是事前观察 《格言》里面也经常讲 事前观察能了知的就是智慧 事后观察 以后了知 这是愚智 有这样的语言 所以说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最好是通过自己的智慧 如果你自己的智慧不够 应该问别人 这样做的话 合理还是不合理 有没有意义 世间出世间的任何一件事情 应该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分析 如果自己智慧不够 要问别人 否则 我们知道 世间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 损害名誉 或者很多的倒灭 不成功的这些事情 这些各种各样的造样 大多数都是有些没有智慧 愚昧无耻而导致的 有些虽然有一点智慧 但是自己没有经过详细地去观察 没有观察的过失当中就出现的 所以我们世间当中 做任何一件事情 首先你自己要想想细细地观察 自己的智慧不够的话 问别人 这个没有什么 不好意思的 《格言》里面不是说了吗 语者问别人 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智者没有问别人 也是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自己不懂的情况下 问别人 这个是没有什么的 因此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通过智慧来分析 这一点相当重要 下面一直讲智慧的道理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他这里说 我们人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自己当时的年龄 还没有成熟 所以所做的有些事情 自己也觉得非常可笑 还有些事情 自己当时的智慧还没有成熟 后来你的智慧成熟以后 也觉得是非常可笑 这种情况是经常有的 不仅是在修行人当中 智慧上也是非常多 所以我们这里的作者 一再强调 让我们的智慧尽量成熟 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判断什么样的事 就是一定要需要智慧 如果没有智慧 自己所做的很多的有些事情 最后看来 真的是非常可笑的 比如说我们年龄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当你在孩童的时候 当你年轻时候的有些 所作所为后来有几年 有见识的时候 自己想起来 自己也是觉得非常可笑 我都有时候这样感觉 我自己身上 我以前大概可能 十来十有没有 那个时候有一次 其他人给我一块香皂 然后我这个香皂拿来 到河边去洗脸 因为一般母去的孩子 基本上都没有这些洗脸用具 然后当时洗完脸以后 自己照镜子 觉得是非常好看 我就一直心里面想 啊 世间上很多的美人 很多好看的人 肯定有香皂 所以人间人的好坏 应该是由香皂来分的 我当时一直这样认为 但后来现在想起来 还是有时候非常的不成熟 有这种感觉 以前丘桥堪布 他也是在很小的时候 当时也算是比较年齐 也不是特别小的时候 他们家里比较穷 有一次给他做一件衣服 袖子上的高耳皮 觉得特别好看 然后自己马上把卷起来 另外一个上师 给他说不要卷起来 这样不太好看 他说 现在想起来非常的可笑 自己做的有些事情 也非常不好意思 我想我们很多的道友 也可能这样 我是经常有这样的 小孩的时候 哪怕是自己有一个新的衣服 也很想在别人面前 给很多人看一看 自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心态 但现在长大以后一看 这些确实是非常愚蠢的一种事情 同样的道理 我们的智慧没有成熟的时候 世间的智慧没有成熟的时候 所做的有些事情也是后来非常可笑的 包括我们修行上 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心态和行为 前一段时间 我们学习《入行论》的有些道友都是这样讲 现在我懂得一点 佛法的道理以后 越觉得以前很多学佛的行为和做法 非常的可笑 自己都好像感觉到 不好意思 我看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 刚来的时候和 刚开始学佛的这种想法和 让你在一定很珍贵的佛教学校里面 受过一定的教育以后 然后回顾自己当时心态的时候 也觉得是非常可笑 当时真是我苦闹寡闻 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应该这样想 不应该这样说 很多自己都是 自己有后悔的一些地方 自己也有很多 遮授自己的一些行为 因此我们的智慧成熟 真的很重要 否则始终都是一种长不大 有种很有子的心态不太合理 人不管是时间 出时间 还是到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智慧要成熟 这一点非常需要 这样的意思 那么他这里 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尤其是我们在这里 一切善恶 他这里善恶不一定是 造的善业和恶业的意思 他这里所有的一些 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 在世间当中 比如说你到一个地方 带当地人们成为 好的事情 好人 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 然后不好的人 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现象到底是什么 这些都要有一种 应该监督时光的一种智慧 如果你没有智慧 好像到哪里去 好也不知道 不好也不知道 住在自己的地方 就像我们有一种说法 叫做 好像每天都是 困在一个小口袋里面一样 除了自己吃饭以外 什么都不知道 吃饭的时候就出来 然后一直闭着眼睛 问什么事情都说 不晓得 不知道 但是这些人可能一些 产生烦恼 有些小的事情 有时候也很聪明 也有这样 那个时候开始睁开眼睛 继续 尤其是说别人的 说 真的啊 是真的 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是 我那天看的 哦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然后你就开始聪明了 真正的一些有力的事情 就开始打瞌睡 那种状态其实也不是 真正好人的一种状态 因此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什么事情 应该有所了解 就像我们上师如意宝 不仅是他对我 经常也是这一点是非常的 他出世间的这种超越的智慧 人人都是公认的 不用这么说 但是世间一般的一些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的心态 行为 然后在当地的一些传统 习俗 好多好多方面 完全了知 到一个地方一定要了解 通过各种途径来会了解 所以我们人不应该 每天都是困在口袋里面 那这样你如果真的是在山洞里面 一辈子修行不出来 这样也可能 关系不是很大的 但是我们所有的修行人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不管是居士也好 出家也好 什么事情都是了解一点 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 什么事情都是要懂的 聪明的人什么样的事情 应该会比较了解的 什么事情都会知道 尤其是一些大的国家 政治的变动 国家的一些大的事情 必须要了解 这些了解 对我们的修行也好 人格也好 这一点很重 有些人可能想 啊 我现在因为 什么看新闻 报纸 媒体 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世间的说法 对我像这样的修行人 这些事一点用处都是没有的 不需要 当然一般来讲 我们作为修行 如果成为影响 想看一些世间的报道 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的 但是一般来讲 还是需要了解一些事情的成果 现在我们有些人 只是知道一些财市场的 价钱是多少 多少 然后自己每天 所持的那个价钱是多少 除此以外 世间大的一些 就是古今 很多很多的这种事情 根本不知道 其实这样也不一定 有很大的利益 应该说 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你作为一个世间人 整个国家的这种状况 世界全球的这些变化 很多方面 实际上越来越大的 一些事情方面 你如果专注 你的心越来越开阔 广大 如果你自己 每天都是闷在一个非常 除了自己的牛饭棚以外 什么都不管了 那这样 这也是一种小人的行为 应该对有些国际上的事情 对世间的一些大事 应该来讲 是有一些智慧的人了解一下 当然如果成为 你一些修行的影响 整天都是 作为一个 尤其是有些出家人 整天都是看电视 我原来看过一个人看电视 然后边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了 看了以后 最后都是 好像张着嘴巴这样一直张 是一直可能有好长时间 这样也可能没有必要 已经入迷了 这个时候好像已经不行了 什么都已经空了 所以我想有些人 应该对什么时间的政治 这些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也不太好 尤其是一些 所以这是很多修行人 也应该比较重视的 就是说整个政权的状况 国家的境界也好 很多大的事情的这种变化 那么作为一个修行人也好 作为一个世间人也应该了知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 包括妇女 女人方面 这些方面特别不关心 就外面问 相当年后过的秘书长时间 不知道 是谁啊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系 一方面来说 确实是对你的家庭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你的工作 不一定有关系的 但是真正的智慧要掌握整个世界 这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像印度的一些修行人和很多道友 不管是什么民族的人 他们好像跟我们的人 完全是不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学院里面的人 到了外面的时候 回来以后 这个说话完全都变了 一方面也有一些毛病 他们好像天天都是管外面 不管自己的心 也有这个毛病 但也有一个好处 怎么说啊 这个人不是特别笨 什么事情都是 而且他关心的比较大的事情 并不是除了自己的腕以外 什么都不关心 不是这样的 有些人觉得 啊 我这彼此我也不是什么搞这个 我也不会当国家总统 我了解这些什么没有意义 一方面可能这样理解也可以 但另一方面应该是 就是按照木彭仁波切的教言 经常广闻多学 要知道很多事情 还是有必要的 那么下面一旦胸怀极光夸 我们这个人一般来讲 现在还没有真正到达人的行列当中 为什么呢 自己的毒量很小 做什么事情自己都不能接受 这种人说明自己还没有到达 真正的人的行列当中 那么真正变成 真正的世间大家公认的 真实的人是 达到什么样的呢 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的心胸 极其的扩大 不管是别人诽谤你也好 说你也好 很多的事情 就像虚空一样 在你的相续当中可以接纳 心胸很狂狂的 再加上当你遇到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好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很多事情你有能力接受 因为有时候人在生活当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这样的成年人和老年人 看见一些别人痛苦也好 自己痛苦的时候 心也不会特别伤心 而遇到特别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也不会特别过分的欢喜 总的来讲 他的心态 不是斤斤计较的 什么事情能想得开 能接受得了 这个时候你才算是 真正到了一个人的行列当中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 也是这样的吧 修行人 我又始终见了 现在刚开始学的时候 哪怕是做了一个好梦的时候 第二天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好像饭都吃不下去了 我昨天做了好梦 好大的光 那个时候我自己兴奋得不得了 然后一旦在修行上 遇到一点点违缘的时候 有痛苦的不得了 这种情况 但是你修行 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之后 最后在你修行过程当中的 一些绝世 言相这些 对你来讲 也不是特别的执着 应该说自己的原则 不会放弃 又到达这样的一种境界 所以我们世间人也是 什么时候你快乐 痛苦都能结束 心胸非常光顾 这个时候你真的已经到了人的行列当中 就真正的人 所以我们还是有智慧 很重要的 这个见识要光 其实说起来我也不会说 但是在亲生生活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的年龄 也基本上在人生的道路上 遇到过很多事情 所以有时候 《二规教言论》里面的语言 真的是在自己亲身体谅当中 来证实的话 有时候可能你们在座的人 也是经常看一下 最后你在生活过程当中 一定会是 哦 确实这样的 人到了最后的时候 心形很广阔 什么都可以接受 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年轻人 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外境的时候 他都不能接受 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简单 其实我们的生活和修行 也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人一定要具有广闻多学 这个很重要 由此具有智慧者 考虑长远之力 平时目光极远大 发起广大殊胜心 所以说 具有世间和初世间的智慧的人 平时应该自己作严的 也就是说 方言的对境应该远一点 我们世间人所说的那样 应该站得高一点 看得远一点 这样的话 什么事情都是想得高 而且为自己的小小利益 经常也是不会放大心头 有些人真的看 目光远大 这一点非常重要 应该把自己所有的考虑 放得远一点 不要紧紧想到 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个人的事情 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当中 自己对自己这样的发心不太合理 因此我们考虑 大家每一个人 现在一方面发菩提心 我想大家应该有一种 发心是比较广大的 同时大家不要特别地想 我自己的事情 然后我自己的吃饭 好多事情 一直整天都是想到自己 那这样是真的不太好的 应该是为整个众生 为民族 为大家的文化发展 好多方面 有些人 哎 我不是大人 我只有想我自己的事情吧 其实这是对生生世世来讲 对你影响非常大的 你不管是你即生当中 有没有培养的前途 但是你的发心远大 广大的话 也许是你现在上辈子的时候 也许可能这方面 不一定有贡献 但是我们这里 有些修行人看不出来 这几年当中 他是一般的一个平凡人 他以后 因为自己的发心很广大 在很多世间当中 是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一些男众也好 女众也好 不要天天都是想到自己的事情 应该想 我以后回去以后 这个佛法怎么样弘扬 应该对世间的人们 我怎么样帮助他们 应该经常想的 我即生当中的事情怎么样做 那么即生当中的事情 跟来世的时间比较起来 那来世很重要的 那么我为了来世 积累什么样的资料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目光断浅的这些人 只是看今生短暂的事情 今生当中也是 晚年的时候好多人都不考虑 就年轻的时候 年轻时候也是 明天以后不考虑 就是今天的事情 今天有一点钱 马上到那个棺子里面去 怎么样过得快快乐乐就可以了 就明明糊糊的 就已经可以了 除此之外 根本不想未来 根本不想自己和他人的前途 这种想法在我们佛教当中 也是是指指的 因此大家 不管是大人小人 人的发心还是很重要的 老年人也是这样的 即使你明天离开这个世间 我即生当中发很好的愿 我乃至生生世世 要光临一切 尤其要着重弘扬佛法 发心那么大 以后你的行为善业 乃至生生世世当中 可以发出利他的光 如果你没有这样 现在我有些看到 有些寺院里面 有些师父的弟子 真的有点 说难听一点 好可惜啊 本来人的根基 应该说是大乘根基的 还是很有智慧的 可是因为他的师父 没有对他教化 你自己好好地念一点 注意啊 自己的利益很重要啊 发财啊 什么什么 天天都是讲这些 后来把这些弟子的心 越来越缩小 原来还算是可以的 世间的广大学问 现在通过佛法来 越来越缩小 然后整天都是想自己的事情 自己也是 来世根本不想 竞争当中如何如何过生活 那这样非常可惜的 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有一个广大的发心 应该像蒙方仁波切 这里所讲的那样 就是大家发起殊胜的菩提心来摄持 好 这些年轻人的菩提心 这些年轻人的菩提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